中国的农历新年还没有到 俄罗斯人便早早地把元月一日 确定为水兔年的开始 俄罗斯网民纷纷寄予2023 希望这只温顺可爱的小兔子 带给他们安宁幸福 对俄罗斯来说 即将过去的2022年的确是极不安宁的一年 北约大兵押近 俄乌兵戎相见 西方极限打压 一系列不稳定因素 把俄罗斯再次推到历史的十字路口 2月底俄乌冲突爆发后 美国等西方国家以制裁为名 对俄罗斯实施史无前例的封杀 冻结俄罗斯央行巨额资产 撤离麦当劳等大批西方公司 驱离俄罗斯外交官 制造反俄仇俄舆舆 通往德国的能源生命线 北溪输气管道 也被黑手扎毁 一时间俄罗斯经济全面受困 俄美关系坠入深渊 俄欧合作陷于破裂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直言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 正在向俄罗斯发起包括金融战 经济战 政治战 外交战和信息战在内的混合战争 其目的只有一个 那就是削弱和肢解俄罗斯 专家认为 俄乌冲突发展到今天 已经演变成俄罗斯 与整个西方的对抗 为打破西方的围堵 俄罗斯开始加快向东看的步伐 扩大与中国 印度以及非洲 拉丁美洲国家的合作 面对深刻复杂演变的国际形势 中俄始终不渝 深化背靠背战略协作 今年2月 普京总统出席 北京冬奥会开幕式 与习近平主席实现冬奥之约 7个月后 两位领导人又聚首 撒马尔汉上河组织峰会 共同规划中俄关系发展蓝图 在两国元首的战略引领下 中俄政治互信和战略互信 日益巩固 双边贸易额再创新高 有望达到2000亿美元目标 持续10个月的俄乌冲突 依然硝烟弥漫 北约战车继续贴近俄罗斯 西方对俄罗斯的全方位打压 还在持续升温 变乱交织的世界 急需注入稳定性 唯有如此 俄罗斯网民渴望的安宁 才能够实现 Antarctica Films Argentina 感谢观看